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琪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瞧 他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贝斯 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 好了 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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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北极星了 我们海员出海时就靠北极星找到回家的路 爸爸跟着他找到了来这里的路 那么天上还有其他东西吗 有啊 那颗行星叫做土星 哇 那个漂亮的环有什么用啊 它是由岩石和冰块组成的 土星上面非常非常冷的 我们可以在上面对一个显然 乔治 哈哈哈哈 快来看啊 哦 这颗是流星 你一定要来许个愿 我希望等乔治长大了之后 有了自己的火箭 他会带着我去太空里面玩 佩琪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 可我困了 我也是 睡觉之前 佩琪和乔治要洗澡 佩琪喜欢泼水 乔治也喜欢泼水 佩琪和乔治都喜欢泼水 别再玩了 快停下 快出来擦干把睡衣穿上 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会儿吗 妈妈 洗澡时间结束 现在是刷牙时间 睡觉之前 佩琪和乔治要先刷牙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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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好了 牙也刷好了 愣 去睡觉吧 嗯 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耶 佩琪和乔治喜欢听故事 呃 呃臉 呃 呃 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 一点也不困 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 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 你们想听哪一个 我想听红猴子的故事 好的 那我就来读红猴子这个故事 佩奇和乔治喜欢红猴子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抱歉 猪爸爸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红猴子 这只猴子呢 洗了一个澡 然后他刷了牙 上床睡觉了 接着他很快就睡着了 完了 红猴子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完了 佩奇和乔治 做个好梦 那我们出发了 上车上坡 佩奇 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 但是现在开始了 嘿嘿嘿 追不到我了吧 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你们好 鸭子们 我在骑自行车呢 你们好 啊 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 哦 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 地面现在非常陡 哦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这真是个累人的工作 哦 猪妈妈 你没有在踩踏板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只顾欣赏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 佩奇 你们好 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 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 只要我们是骑自行车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哎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爷爷 你好啊 奶奶 玻璃很期待能和佩奇 乔治一起度过假期 你好啊 玻璃 你好啊 玻璃 鹦鹉玻璃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 玻璃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 这些都是玻璃的食物 乔治 你猜猜玻璃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巧克力蛋糕 不对 不是巧克力蛋糕 玻璃喜欢吃鸟食 鸟食 我可以喂他们奶奶 我能喂他们 当然了 但是要记住 千万不能给玻璃吃的太多了 我记住了爷爷 爷爷 我们可以把玻璃放出来吗 可以 但房间内所有的门和窗户都要关上 这样玻璃就不会飞走了 好的 我会的爷爷 再见了佩奇 再见了乔治 再见了奶奶 再见了爷爷 啊 再见了奶奶 再见了爷爷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啊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哈哈哈哈哈哈 乔治给玻璃倒了鸟食 哈哈哈哈哈哈 乔治 你倒了太多的鸟食了 玻璃吃了会长很大 然后像气球一样爆炸 不 像气球一样爆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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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冰淇淋车 冰淇淋车 好哎 哦 糟糕 乔治忘了把门给关上 冰淇淋 冰淇淋 过来的是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你好啊 猪妈妈 你好 兔小姐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办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办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办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 佩琪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 嗡 嗡 好的 来扮成蜜蜂吧 嗡 嗡 嗡 哇 勤劳的小蜜蜂们 是的 我们是勤劳的小蜜蜂 我们现在要回到蜂香去了 去尿蜂蜜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 我们是勤劳的蜜蜂 嗯 勤劳的蜜蜂们想来些面包吗 吃就想吃 你们想在面包上涂点什么呢 蜂蜜 真是太巧了 我正好给你们准备了面包还有蜂蜜 太棒了 我喜欢做一只蜜蜂 因为它们可以吃很多美味的蜂蜜 我喜欢做一只蜗牛 因为它们把爷爷的蔬菜都吃掉了 嘿 嘿 真是蜂蜜的家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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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乔治 你要呆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呃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 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 啊 当然可以 呃 嘿嘿嘿 啊 嗯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短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 不要这么大声 哎呀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哎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天亮了 乔治昨晚睡得很好 潮致肯 Pres họ 大家快点来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大晴天 韔治带上了他的羽帽 他可不想再感冒了 割草机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宝 割草机到佩奇的家去了 猪爷爷你好 猪爷爷你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你好呀 割草宝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船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宝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 割完了 我们能听一下吗 可以 哦 我们好多年都没听过了 哈哈 这可让我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哈哈哈 来吧 佩奇和乔治来跳舞吧 哈哈哈 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有人在吗 你们在哪里啊 猪妈妈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什么声音啊 妈妈 你们好啊 我们在听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唱片一起跳舞呢 是的 猪爷爷猪奶奶过去总是放这个 哦 这里还有一张唱片是我小时候一直会听的 是什么呀 它叫做鸟儿鸟儿汪汪 哦 别再放鸟儿鸟儿汪汪了 你总是喜欢放那张唱片 我还以为我们把那张唱片扔了呢 再放一次 再放一次 嗯 这真是太好玩了 但是我们本来是要找些东西扔掉的不是吗 佩奇 什么该被扔出去 什么该被留下来 我觉得你应该留下所有的东西 哈哈哈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他带着他的睡衣和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哦 我的朋友们已经带着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们家过得很精彩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嘿嘿嘿嘿嘿嘿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喂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 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呃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呀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嘿嘿嘿嘿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橙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哦 这里真的很有趣啊 嘿嘿嘿嘿 这里是收银台 你买的所有东西要在这里付钱 嘿嘿嘿嘿 乔治想拍一张照片 好的 乔治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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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照片拍得差不多了 乔治 嘿嘿嘿嘿 哦 小熊泰迪去哪里了 呦 呦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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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与吼 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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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呦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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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猪猪 耶 哦 原来是蚯蚓 虫子 虫子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一条蚯蚓 虫子 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虫子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虫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最后 我可以用这个堆肥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猪奶奶吧 她现在在果园里面采摘水果呢 那是什么果园啊 就是你能找到果树的地方 在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些果树了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要和我一起摘苹果吗 是的奶奶 这些苹果长得太高了 别担心 佩琪 猪爷爷和猪奶奶摘苹果是有自己的诀窍的 大家一起来抓住这棵树 说到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用力摇这棵树 一 二 三 正在下苹果雨 奶奶 我们可不可以吃一个苹果呀 当然可以了 佩琪 太好吃了 爸爸 这件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啊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佩琪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坑倒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见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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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琪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好了 现在男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小屋了 还有这个特别的吊桥 嘿嘿嘿 一座城堡 谢谢你 猪爷爷 我们可以进来吗 不行 这个是男孩子的小屋 只给男孩子玩 但是我喜欢城堡 可是城堡肯定没有书那么好玩 走吧 姑娘们 我是城堡的国王 嘿嘿嘿 每个城堡都需要一面棋子 哇哦 他们还有一面棋子 我们才不需要什么难看的棋子 猪奶奶来了 你们好啊 需要点什么吗 一面棋子 谢谢 我们的棋子一定会比男孩子们的好 那我去找找有没有 我是城堡的国王 哈哈哈哈 每一个城堡都需要一个电话 拿着这个 接下来你们拉紧这绳子 然后就能和男孩子们说话了 我们不想和你们男孩说话 我们也不想和你们女孩说话 猪奶奶给女孩子们的树屋找了一面棋子 这裙子能做面漂亮的棋子 谢谢奶奶 这面棋子没有男孩们的棋子好 我想在城堡里面玩 仙女公主都是住在城堡里的 如果我是仙女公主 我就只想住在这种树屋里 我们能过来玩吗 拜托了 只要你们现在说 城堡是最好的 确实是最好的 我一定会待在我的树屋里 我喜欢这个城堡 我给格特鲁德装上轮子就行了 这样他就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爷爷 我们能做格特鲁德吗 你们快上来吧 全速前进 再见奶奶 一会儿见 佩奇和乔治喜欢住爷爷的小火车 Grandpa's little train goes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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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pa's little train goes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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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day long And the piggy's on the train goes o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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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piggy's on the train goes o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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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day long 哈哈哈哈 狗爷爷和小狗丹妮开着车来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丹妮 你们这是在玩玩具火车吗 玩具 哥特鲁德才不是玩具 你的这个小卡车怎么样了 什么小卡车 我的这辆拖车可是一辆真正的工作车辆 爷爷 我可以去坐火车吗 你自己决定吧 丹妮 如果你更喜欢坐火车的话呢 谢谢你爷爷 你会见啊 兔小姐开着学校巴士来了 在我的左边 我们能看到一些山坡 上面种着树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丹妮 佩琪的朋友们都在 我们能去坐火车吗 我正在给孩子们 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 请举手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 请你们把手都举好喽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去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ting cans portal newspapers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琪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好了 今天回收这些就够了 是啊 我们回家吧 哦 我们的车子去哪儿了 佩琪家的车子不见了 好退 兔小姐回收了佩琪家的车子 等等 那是我们的车子 什么 是真的吗 是的 我们的车既不就也没有双锈 我真是的 我太喜欢回收了 是啊 我们也是 但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小车 是的 我们的小车也喜欢我们 是不是啊 好香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这是太恶心了 佩琪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妈妈 我能跟佩琪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赫罗伊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的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宝珠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小猫坎迪 小杨苏西 小兔瑞贝卡和斑马苏仪来了 你们好 为什么乔治会在这个玩偶手推车里 这不是乔治 它是一个猪宝宝 那它就是乔治 不是吗 乔治是在假装做一个猪宝宝 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 是小女孩 不是 乔治并不想做一个小女孩 那好吧 是个小男孩 我带了一些饼干 猪宝宝是不是想要来一块呢 哦 不行 他现在吃不了饼干 乔治喜欢吃饼干 那么就给他一块饼干 他可真是聪明啊 长得也不错 他还非常的有趣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 他叫做佩德罗 然后他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 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说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 猪爷爷和猪妈妈 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 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精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 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 然后呢 然后 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嘿嘿嘿 猪奶奶猪爸爸和猪妈妈 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 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 可以表演啊 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绳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神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 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 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 杯子里的水 全部消失 请你们 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敌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 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她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 这风真不小啊 我们来玩球让身体暖起来 轮到我了 球不应该往那个方向滚的呀 大风把球吹得好远好远 球掉到池塘里去了 我用这根树枝把它取出来吧 再稍微远一点 爸爸 小心点 猪爸爸 别担心 我快要拿到了 爸爸 水里面冷不冷啊 有一点点冷 大风又把球吹出了池塘 太幸运了 是啊 确实运气不错 现在风好像刮得更大了 大家把帽子戴紧 不好 大风把乔治的帽子给吹跑了 别担心 乔治 爸爸会找回你的帽子的 快点 爸爸 瞧 帽子跑到树上去了 那我就爬上去把它拿下来 这些树枝太细了 根本承受不了你的重量啊 那么 我们怎么把帽子拿下来呢 简单 我摇一摇树就好了 看来我得摇得更厉害一点 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点都不好笑 还是有一点好笑的 妈妈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好笑 乔治的帽子在哪儿 在你的头上呢 你的帽子 乔治 这次要抓紧了 你是肚子饿了吗 爸爸 我不是要打算吃土豆 你们看好 猪爸爸在干什么 现在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一朵花 聪明的爸爸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 我以前画的画都去哪里了 爸爸 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这顶是我的北雷帽 戴上它 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 我该画些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不是的 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 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 谁把这个放在这儿的 爸爸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这下面有点黑而已哦 哦 我刚想起来了 手电筒可能在厨房里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妈妈 衝得 你看看我的脸 佩奇在吓唬乔制 别怕 乔治 佩奇只被开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 один Um 诏 正好,它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啊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嗯,准确地说应该是很久以后 但是乔治和我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 啊,为什么开不了了 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嗯,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嗯,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照着我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晚安,我可以听一个故事吗,妈妈 可以 我来给你讲红猴子的故事 但红猴子的故事讲过很多次了 你跟红猴子洗了澡,刷了牙,然后就睡觉了 嗯,是的,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故事听听呢 蓝色的老虎,绿色的蜘蛛,橙色的企鹅 啊,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呀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佩奇 拜托了,爸爸,读一下嘛 好吧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混凝土,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水、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沙子 佩奇、乔治、还有猪妈妈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这里有好多书呀 噓,佩奇,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馆里员 你好啊,猪妈妈,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兔小姐,稍等一下 你好啊,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啊,小宝贝们 再见,一会儿见了 再见,妈妈 快进来看看你们今晚要睡的地方 你们妈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 很早以前的事了 这个就是猪妈妈的床 是弹力床 你们和猪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妈妈也在床上跳来跳去吗? 当然了 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 猪妈妈小时候和你们一样,很淘气的 真的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花园里看看猪爷爷怎么样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你好啊,佩奇 你好啊,乔治 过来看看我种的葫芦 猪爷爷对自己种的蔬菜 感到非常自豪 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 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 天哪,我的生菜去哪儿了 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 没错,就是它们 为什么稻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 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 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 怎么回事啊,猪爷爷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 什么朋友啊 汤姆,迪克,还有哈利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 猪奶奶养了几只鸡 哇哦 打个招呼吧 这是杰米玛,沙拉,还有凡尼沙 你们好 还有这位是纳维尔 那威尔是一只公鸡吗 是的,佩奇 它是小公鸡 这只鸡最坏了 它把我的蔬菜都刨掉了 它连苍蝇都不会伤害 现在天才刚刚亮 乔治,现在还很早呢 恐龙 快到你的床上去 好像有人起得比小鸟还早呢 生日快乐,乔治 乔治把我吵醒了 可你过生日的时候 把每个人都叫醒了 那个可不一样 因为那是我的生日 可是今天是乔治的生日啊 啊,生日快乐,乔治 这是给你的礼物,乔治 哦 恐龙 我就知道 礼物肯定是跟恐龙有关的东西 按一下它的肚子 哦,这太吓人了 乔治,我给你做了一张生日卡片 你能猜得出来里面画了什么吗 乔治猜不出来 我本来是想给你画一朵花的 乔治不太喜欢画朵 但是最后呢 我给你画了一只恐龙 这恐龙画得真不错配齐 当然了,画画可是我的特长呢 现在我们要去个很特别的地方 为乔治过个特别的生日 太好了,我们出发吧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全家人一起出发 去给乔治过生日 我们是不是要去马戏团 不是,但是和马戏团一样好玩 嗯,是去电影院吗 不是的,比那儿还好 我实在是猜不出来了 他们到底要去哪儿呢 我们到了 很好,我来把两个棍子绑在一起 做成她的身体 主奶奶找到了些草和一个旧麻袋 太好了,我来把稻草放在麻袋里 给她做个头 现在只剩下给稻草人穿上衣服了 这里有一袋旧衣服 哇哦 乔治找到了一条裙子 迷糊的乔治 稻草人先生可不会想要穿裙子的 佩奇找到了一件大衣 很好,佩奇 乔治找到了顶帽子 非常好,乔治 稻草人先生的脸也要装饰一下 说得没错 你和乔治想要给稻草人画脸吗 是的,我们想 乔治给稻草人画了眼睛和鼻子 佩奇画了嘴巴 你们做得非常棒 稻草人准备好了 好棒 小鸟们又回来偷吃爷爷的花籽了 看,那些小鸟回来了 别担心,佩奇 稻草人先生会把他们吓跑的 成功了 来吧 来吧,小鸟们 吃午餐了 你看小鸟们吃得有多高兴啊 太好了 现在小鸟们又开心了 佩奇为猪爷爷开心 因为小鸟不再偷吃花籽了 但是他更开心的是 小鸟们不用再挨饿了 现在能把他挖出来吗 他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奇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是他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营养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我找到了点东西 是我们埋的时间胶囊 好啊 我等不及要打开它了 孩子们,往后站一点 是的,营养夫人 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一本旧的漫画书 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书 西纸的玩具 我最喜欢的玩具 一张唱片,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还有一根很老很老的胡萝卜 这是我的 你选的东西很不错 哦,还有一盘录像带 这是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录的视频 哦 戴眼镜的那个小猪是谁啊 哦,那个是你爸爸 哦,那个是我 你好啊,未来的人们 你们的声音好像小孩子啊 你们可能都住在月球上了吧 真是迷糊的小猪爸爸 制作时间胶囊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找到它们更有意思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太好了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佩奇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一、二、三、四 四条蓝色的腿,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猪爸爸 这下,装好了 做得好,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板呢 哦,糟糕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呀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斑马先生 哇哦 哇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啊,爸爸 validity 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咳咳咳 苏雄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女 Templ pe 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哦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糊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哦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 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哦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抗疹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糊袜子 泡泡气吹不住泡泡了 别担心佩琪 我有办法 猪妈妈 请帮我拿一个水桶 没问题 猪爸爸 佩琪 去拿洗洁精 没问题 爸爸 乔治 把我的旧网球拍拿来 水桶 洗洁精 旧网球拍 猪爸爸他要做什么 首先 我需要一些水 加洗洁精 然后把旧网球拍给我 谢谢 现在仔细看好了 猪爸爸自己做了一个泡泡气 大家一起来 小心啊 猪爸爸 别滑倒了 我会小心的 你没事吧 猪爸爸 是的 我没事 猪爸爸打出了最大的泡泡 糟糕 看来这个泡泡气也不能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吹不了泡泡了 但是我们可以在泥坑里跳来跳去了 瞧啊 猪爸爸的泡泡气也在地上弄了一个大泥坑 好嘞 好嘞 佩琪喜欢在泡泡泡里跳来跳去 瞧 泡泡气让泡坑也能冒出好多泡泡来了 佩琪喜欢在泡泡泡泡泡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泡泡泡泡泡泡里跳来跳去 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偷偷地吃 我知道吃得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嘘 苏西 嘘 佩琪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由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琪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莉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艾米莉 只要不是无聊的东西就行 那好吧 那个小仙女碰到了一只大怪兽 像这样 太吓人了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哦 糟糕啊 这吵闹声把斑马爸爸吵醒了 对不起 爸爸 我们在讲关于仙女的故事 故事里面还有怪兽呢 我们很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啊 那只怪兽举起了他的那对 大爪子 他的大脚就像这样在地上走着 哦 然后他说 一闪一闪 亮晴晴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小朋友们伴随着斑马先生的歌声 进入了梦乡 给他打开 我把计划进来 有不了 我把计划进来 我把计划进来 我把计划进来